快过年了 年夜饭的餐桌 做上这样一道莲藕腐皮肉卷 外酥里嫩 比五花肉还好吃 首先把莲藕剁碎 放入搅好的肉末中 加香菇碎 一把葱花 盐 鸡精 胡椒粉 一勺生抽 少许蚝油 再来一勺淀粉 用我的右手搅拌上进 做这道菜 我选的是这种头层豆腐皮 这一大包有30张左右 还可以用它炖汤 涮火锅 都很好吃 口感也很劲道 像我这样卷起来 水开上汽蒸15分钟 你可以切完直接吃 软糯可口 也可以下锅煎一煎 外焦里嫩 这样做的莲藕腐皮肉卷 不管是老人和孩子 都会非常喜欢 逢年过节目 注意看 这是最近网上很火的排骨新吃法 外面卖168一份 自己在家做 成本不到20 8块8一斤的排骨 放一勺盐 加入清水浸泡30分钟 这样不仅可以去腥 还能软化肉质 这个小技巧 可要收藏保存好了 然后加葱姜 料酒 生抽 蚝油 好吃的关键 就是倒搬带这个 调好味道的蒜香椒盐粉 试过很多家 还是它家的味道会更好 9块9就有5袋 非常划算 家里有条件的左手戴上手套 发拌均匀 腌制个20分钟 然后打入一个 我昨晚下的蛋 不知不觉 我已经分享666道家常菜了 你一直没给过我小红心 上个视频实在是太惨了 今天这个视频 您就给我一个 免费的小红心 鼓励一下吧 辛苦您了 锅中油热 倒入排骨 全程小火慢煎 煎至八面金黄酥脆即可 这样做的椒盐排骨 椒香酥脆 还没上桌 就被孩子抢光光 醒 注意看 把昨晚喝剩的啤酒 倒进鸡肉里泡一泡 做出来 竟然是一道逢年过节 必吃的美食 建议收藏 花5块钱 买了两个大鸡腿 去掉骨头 骨头别丢 留着备用 把鸡排浸泡到啤酒里 因为啤酒中的蛋白酶 可以软化肉质 这样煎起来 才能嫩滑不柴 碗中打入一个我刚下的蛋 搅拌均匀 不知不觉 我都发了几百个作品了 还没有得到您的小红心 真是太惨了 这个视频 您就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非常感谢 泡好的鸡排放洋葱姜丝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好吃的关键 就是放半袋 这个调好味道的蒜香椒盐粉 现在也非常划算 9块9就有五代 吃过很多家 还是它家的味道更好 用它还可以做椒盐鸡翅 椒盐大虾都非常好吃入味 再放食用油和少许淀粉 爱干净的家人们 可以像我一样 左手戴个手套 抓拌均匀 腌制15分钟 锅中油热 把鸡排下锅煎 全程小火慢煎 煎至两面金黄酥脆即可 这样做的椒盐鸡排外焦里嫩 特别好吃